喜欢唱歌 学歌还很慢的同学 请注意了 你们在学唱一首新歌的时候 有没有存在这样的问题 一首新歌曲啊 跟着原唱 听了好多遍 也学了好多遍 但是啊 始终不能把它完整的 正确的唱出来 不是调调唱不准 就是节奏节拍 唱不稳 那么啊 今天你们的福利来了 大家可以试着跟着我来 一字一句的学习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来试一试 看一看这个方法 能不能让你快速的 学会一首好听的歌曲 好我们来先看第一句啊 想你的夜晚总是很漫长 在这个啊 歌词上面我给大家加了这个啊 标识标记 想你下方加了一条横线啊 这条横线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想和你要连在一起唱 并且要唱的快一点啊 快一点啊 得字上面有一个啊 倒三角的这个符号 唱的要重一点啊 夜后面有一个红色的小V啊 为换气符号 这个位置啊 需要换气 需要停顿啊 想你的夜 这个得字要唱的重一点啊 想和你连的啊 连贯一些啊 想你的夜 晚寒总是很漫长 注意啊 那个晚 后面加一个寒啊 寒 晚寒 晚寒总是 是啊 喝日啊 喝日 是后面 加一个这个 哼哼哼的感觉 想你的夜 晚寒总是 是很漫长 爱 这样去唱啊 慢字后面加个憨 长呢 后面有一个小横线啊 咱们长后面 再把这个长字 唱成啊 两拍啊 长 二 爱 这样去唱啊 从这个啊 第一个字啊 第一个字 想你的夜 咱们打着拍子 唱出来就是 想你的夜 晚寒总是 是很漫长 哎 你看 第一句就出来了 是不是 第二句一样啊 你看 萧萧的冷 啊 萧萧的冷 这个 唱的重一点 萧萧 离的紧密一点啊 萧萧的冷 风还带着 和寒霜 哎 你看 冷 子后面 停顿 换气啊 萧萧的冷 风还带着 寒霜 哎 风和海 离的 近一点 再来一遍啊 萧萧的冷 风还带着 和寒霜 折喝 寒霜 是不是 啊 带着 和寒 寒霜啊 小小的冷 风还带着 和寒霜 带着 和寒霜 双字 两拍啊 两拍 好 接着来看第三句 远隔千里 你深处 在 他乡 还是一样 咱们来看标记啊 这个远隔 里的 紧密一点啊 这个两个字 签字 要给他强调一下啊 远隔千里 哎 还是这个节奏型 对不对 远隔千里 掌握这个节奏型 哎 这首歌啊 你就掌握了50%了 是不是 咱们有好多句子 开头都是这样啊 你看 是不是 远隔千里 你深处 在他乡 哎 这个你字啊 要唱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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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咱们汉语拼音有 四声 一二三四 唱成二声 你 远隔千里 你深处 在 他乡 在 他乡 两拍啊 远隔千里 你深处 在 他乡 哎 哎 这句哈 下一句 苦苦滋味 哎 咱还是看这个符号啊 苦苦连的 连在一起 苦苦滋味 滋字 重一点啊 后面 停顿换气 苦苦滋味 我和独子去品尝 肠子两拍啊 肠子两拍 苦苦滋味 我和独子去品尝 你看这是第四句啊 第四句啊 那么我们把这四句给他传联起来 从第一句哈 来 一 二 起 想你的夜 晚安总是很漫长 小小的冷 风还带着喝汗霜 远鸽千里 你身处在他乡 苦苦滋味 我和独子去品尝 哎 好 你看 前四句 有没有学会 非常简单啊 按照我们这个符号 按照我们这个记号 反复的练习 把它唱到熟练啊 好 好